大家好,我是Den 尤家艺的是2008年5月2号 以Miyan Mini 索洋 苏晋 吴吉 续华 以6位成员出道的女团 但是在2021年索洋退团后 目前已5人体制活动中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尤家艺的Miyan Mini 索洋 苏晋 吴吉 续华 6位成员的出道经历 Miyan Miyan从小就对唱歌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在父母看到了她对音乐的热爱后 就把她送到音乐学院学习音乐 所以Miyan从小就学过了小提琴 吉他跟钢琴 而在中学时期 Miyan参加了YG娱乐的争选赛 在YG度过了5年的练习生时期 也曾与PlayPink的成员们一起度过了练习生生活 后来因为在练习生时期受到的种种挫折 本来想要放弃成为歌手的梦想 但经过熟人的劝说下转移到Cube娱乐后 最终以尤家艺子的主唱华丽出道了 从小轩5年级开始就对K-pop很感兴趣 有上歌唱舞蹈学院的Miyan 一直以来也是去Perjunia的粉丝 而在2015年 Miyan参加了在泰国舞蹈学院举行的Cube娱乐争选赛 一次通过了试镜 但是当时Miyan为了学院 有由于要不要去韩国 结果在父母亲的鼓励下 Miyan从17岁开始正式成为Cube的练习生 最终以尤家艺子的主唱正式出道了 从小学三年级为止 一直有跳芭蕾 甚至还参加了比赛获奖 后来有一天 在看到BinkBink的舞台后 开始有了想要当歌手的梦想 之后在参加Cube的争选赛后 2014年高中一年级开始 正式成为Cube的练习生了 然后在2016年 相继出演Preduce 1公益 On Pretty Rips 3 证明了Rips实力的陈索眼 在2016年底 正式与Cube签约 最终以尤家艺子的队长出道了 苏晋 苏晋在高中时期 参加了Cube娱乐的争选赛 在试镜中唱了Pouade No.1 跳了Red Bay Batum的舞蹈 后来在2016年 正式成为Cube的练习生 以尤家艺子的主舞 正式出道了 但是在2022年3月5号 苏晋因为霸凌争议 与Cube娱乐解除了合约 并宣布退团了 乌鸡 学生时期 曾在北京101中学 获得全校第七名的优秀成绩 还在学校担任 舞蹈社团部长的乌鸡 因为学校成绩实在太好 所以当时父母 有反对乌鸡的K-POP歌手梦 但是在乌鸡长期的说服下 父母同意了他的歌手梦 2016年 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Cube娱乐征选赛后 正式成为练习生了 在这里更让人惊讶的是 舞鸡在韩国 度过艰辛的练习生时期的时候 也是有往返中国 通过全部的考试后 拿到了毕业证书 最终在2018年 以尤家艾迪的领唱 李武正式出道了 虚华 中学时期开始 对于K-POP产生兴趣的虚华 因为偶然的机会 跟着朋友们参加了 Cube娱乐的征选赛 当时苏华穿着白色的T恤跟裤子 以素颜跳了段舞蹈 通过了试镜 当时面试的工作人员后来表示 在第一眼看到苏华的时候 因为嫌弃的长相 有在心中默默大喊 YES 后来再来到韩国 开始练习生生活后 因为苏华在月末评价时 感到自己的不足 所以常常留在练习室 练习到非常往后才离开 就在这样不断的努力下 苏华最终以 尤家艾迪的忙呢 正式出道了 就这样 尤家艾迪在2018年5月2号 发表第一张专机的主打歌 La Tata正式出道 从出道初期开始 就以不常见的风格聚集人气 出道后仅20天 就获得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音缘榜一位 新人奖七冠王的华丽的成绩 虽然因为成员的退团 有了一段低谷期 但是尤家艾迪在2022年 已通过以完美的克服了低潮 刷新了各种记录 打开了尤家艾迪的全盛时期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 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